是 你八成是希望在那儿遇到他的妻子 想看看他穿的那些俗气无比的紧身衣 下面都有什么吧 杰克 微笑 你也许说得对 他们有可能在那里 我也不介意看看他衣服下面有什么 不过我喜欢看裸体女人这一点 又有什么让你不舒服呢 迷惑法和否 并询问法 是 你娶的可是我呀 杰克 只是稍带嘲讽的 是的 不过咱们结婚这一点 怎么会让我看裸体女人都不对了呢 迷惑法和否定询问法 是 我要是想看看别的男人 你会喜欢吗 杰克 你想看看别的男人 这又有什么不对呢 不能说 你都看过了 在哈利施瓦茨的汽车后座上 那时你还没有遇到我 只是他没什么可看的罢了 否定询问法 是 嘲讽而尖刻的 要是别的男人让我觉得有快感 你会喜欢吗 杰克 我不知道 不过我还是想要咱俩一起去 看看能不能学到点什么 自我表露法和我是一张坏唱片法 是 你的意思是 你觉得咱们应该让别人来激起快感 这样才能让咱们的性生活更有意思 杰克 别人激起咱们的快感 让咱们的性生活更有意思 有什么地方不对呢 否定询问法 是 你是说 现在我给你的快感不够吗 杰克 你确实给了我快感 可咱们的性生活平淡乏味 我想要咱俩一起去玛利部 看能不能学到点新东西 迷惑法和我是一张坏唱片法 杰儿 或怒火中烧 或哭泣 我还以为自己对你有足够的吸引力呢 杰克 你有 可我想要咱们一起去玛利部 看看能否学到点什么 迷惑法和我是一张坏唱片法 杰儿 咱们只是看些书 不可以吗 杰克 可以的 不过我还是想要咱们一起去玛利部 咱们去那儿有什么不对吗 迷惑法 我是一张坏唱片法和否定询问法 杰儿 没有什么不对 我想 不过 这样做让我很担心 杰克 我能理解 谈一谈是什么让你担心 怎么样 说一说 好不好 迷惑法和可行折中法 杰儿 好吧 杰克 咱们去玛利部这事 哪里让你觉得不舒服呢 否定询问法 杰儿 我不知道 我只是一想到就很紧张 杰克 你觉得是什么让你紧张呢 否定询问法 杰儿 那些光屁股呀 杰克 安慰的 好吧 要是一堆的屁股都在那儿光着又有什么让你紧张呢 否定询问法 杰儿 咱们自己也光屁股呀 杰克 我开始明白你的想法了 咱们光着屁股又有什么让你紧张呢 否定询问法 杰儿 杰儿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杰克 我们是很可能从来都没有见过 可会一会这些人 又有什么不对的呢 迷惑法和否定询问法 杰儿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真的很古怪 杰克 我相信一些人是很古怪 不过会一会这些光着身子的怪人 又有什么不对呢 迷惑法和否定询问法 杰儿 那跟你不穿衣服遇上一些怪人 又有什么不同呢 否定询问法 杰儿 我会觉得自己完全暴露在他们面前了 杰克 你是会暴露 不过暴露又为什么让你担心呢 迷惑法和否定询问法 杰儿 他们会怎么看我呢 光着屁股 在色情居住区到处乱走 杰克 你说得对 他们很可能会以为 你是出于跟他们相同的原因采取那里的 迷惑法 杰儿 可是接下来 他们就会挑逗我 杰克 我相信他们会 不过他们挑逗你 又有什么让你不舒服呢 迷惑法和否定询问法 杰儿 我会觉得很虚伪 因为我嘴上说不行 可屁股说的却是另一回事 杰克 是那样的 咱俩都会那样 也许咱们还会跟那儿的一些人玩游戏 我还没准备好参加集体性交 不过我还是想要咱俩一起去 看看是怎么回事 迷惑法 否定决断法 自我表露法和我是一张坏唱片法 杰儿 若有所思的 要是那儿的女人挑逗你怎么办 你会喜欢那样的 杰克 我当然会喜欢 可虚伪并不让我心烦 迷惑法和否定决断法 杰儿 可要是你不想离开那里 怎么办 杰克 也许在我们学到东西之前 我是不会想离开的 迷惑法 杰儿 要是我真的非常紧张 会有什么情况 我可能想马上离开 杰克 咱们至少待上两小时怎么样 两小时之后 要是你真的非常紧张 那咱们就走 可行折中法 杰儿 可要是他们开始逼咱们怎么办 天知道咱们会碰到些什么样的事 杰克 老天才知道的是 正是我希望咱们看到的呢 迷惑法 杰儿 可要是你喜欢上那样的事怎么办 杰克 咧嘴而笑 你的意思是我不该勃起吗 否定询问法 杰儿 我想的正是这个呢 杰克 我也正在考虑那一点 我把它藏在你身后怎么样 可行折中法 杰儿 唉 我也想藏在你身后呢 杰克 那我们怎么办 杰儿 这样行不行 要是你麻烦了 你就躲在我身后 要是我麻烦了 我就躲在你身后 杰克 好吧 去不去呢 杰儿 要是咱们只看看 什么都不干的话 我就去 杰克 咱们只是去那儿学习可行折中法 杰儿 我不知道 还是有什么让我担心 杰克 是什么呢 否定询问法 杰儿 要是咱们碰到认识的人 该怎么办呢 杰克 也许会碰到 要是那样的话 你想怎么办呢 迷惑法和可行折中法 杰儿 我可不知道 天哪 那样会丢死人的 杰克 是的 可要是那样的话 你愿意怎么办呢 迷惑法和可行折中法 杰儿 自言自语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呢 哥哥的笑 要是在那儿的街上看到哈利和姐 那可真有意思了 我打赌 他不穿古致皮鞋的样子肯定大不一样 也许会有点意思 不过 除非你答应咱们一起去 一起待着 一起离开 否则我是不会去的 杰克 一言为定 宝贝 杰儿 你也不会去勾引什么人吧 杰克 咱们离开后 我只勾引你 可行折中法 杰儿 好吧 这段练习性对话所描述的 只是学员们的真实情形之一 他们在配偶面前果敢地坚持自己的想法 从而达成了双方都更感到舒服的折中办法 这些折中办法都很简单 跟下述做法是一样的 在进行某一性交动作时 相互照顾对方的偏好 或在不同情况下 交替应用双方的偏好体位 患者和学员在性爱中达成的折中办法 常常包括相互挑逗 比如说增加前期时间 相互爱抚和自卫 饮不亲吻 口交等 在最后的18个月 300名学生中 只有一人说这样的课堂练习让他很不安 而这种不安 也让他觉得非常惊讶 他觉得自己在性爱上是个老手 我们谈到了一些奇异的性行为 很多他都体验过 他原以为自己在性爱方面已经很解放 可后来才发现不是这样 只有别人来解放他时 他才会得到解放 在班上练习提出自己的性要求时 他已经举步维艰 而当他想对性伴侣那样做时 却发现比面对其他同班同学更困难 实际上 他在这方面非常不自信 一位40来岁的女学员 在课间休息时 走到我面前说 彼得 假如你八个星期前跟我说 今晚 我会在这儿对着一个陌生人 谈论性生活和性幻想 那我肯定会说 你疯了吧 可今晚我做的正是这种事 还真正了解到了我自己和他人的一些东西 他认识到 要是在这种个人风险极高的领域 他和其他人都能应对自如 那他们在那些更为平常的行为领域 就会做得更好 几个月之后 他在圣塔莫尼卡跟我见面 相互开过普通的玩笑后 他把我介绍给他14岁的女儿 这位是彼得 史密斯 是我一直跟你说的自主培训班的老师 等你长大了 可以去参加他的培训班 显然 这位布伦特伍德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 坚定地认为 他那个14岁的女儿 肯定能够从学习强势的过程中受益 也许是性方面的自信吧 虽然他当时心中所想的 很可能是女儿将来跟配偶一起生活时 必须学会应对感情与婚姻的矛盾和冲突 下面这段对话 表明了学员怎样强势地应对配偶的操控 他想让他待在家里 而他却想开拓自己的生活方式 不想只当一个母亲和家庭主妇 对话32家庭主妇与丈夫商量 想上班工作 盘帅说出想法拒绝被操控 下面这段自主性对话 是由同事苏珊丽维恩女士 和我本人共同设计的 并在最近一次专业研讨会上示范过 对话的内容是在临床中 对因婚姻问题前来就诊的夫妇观察所得 属于情景式的操控性对话样本 对话场景 把孩子们都抱上床睡觉后 自信的妻子走到丈夫身边 提出了自己想改变一下生活方式的心愿 苏 我一直想找份工作 孩子们经常不在家 我的空闲时间很多 我 从家里的情况来看 你可不像有很多空闲时间呀 还是那么乱 苏 是 是那样的 家里算不上最整洁 不过我还是想到外面去找份工作 迷惑法和我是一张坏唱片法 我 不 那样做 在我看来傻得很 你根本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技术呀 苏 我同意你的说法 事实上 我自己也一直在考虑这个 我没有什么专业技能 不过我还是想出去找一找 看看能不能找到工作 迷惑法和我是一张坏唱片法 我 试着用一种新的策略 但语气更温和 在我看来 你这个想法相当愚蠢呀 我的意思是 你不在家 就得花钱请保姆照看孩子 那样你就剩不下什么钱了 既然没什么可夸口的技能 那你工作又有什么用呢 苏 你知道吗 我已经想过这个问题了 你说我挣不了很多钱 这一点也许对 尤其是刚开始 可我觉得 总得从哪儿起个头吧 所以我想找个工作试一试 迷惑法和我是一张坏唱片法 我 你是知道的 你父母一直都认为 我没法像他们那样养活你 现在要是让他们看到你出去工作 他们就会更瞧不起我的 他们会说是因为我养不活你 所以你才得去工作 苏 他们可能会那样 不过 真的 就算他们瞧不上你 又有什么让你觉得这样可怕呢 迷惑法和否定询问法 我 你可真会帮到忙 是什么这样可怕 别在我面前自作聪明了 苏 在这方面我可能帮不了什么 也许我是有点自作聪明 不过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真的 对他们瞧不上你这一点 是什么让你很不舒服呢 迷惑法 自我表露法和否定询问法 我 你想要我一五一十地说吗 苏 是的 请讲 我 好吧 你们这些人瞧不起我 会让我很不舒服 你爸爸让我紧张 跟他说话的时候 我有时觉得低人一等 就像自己是个小混混似的 他时不时的像个混蛋那样对我 真正的问题在于 我还尊重他 这个混蛋 生意做得精 赚的钱也不少 俗 是的 他确实有一手 不过说到他对我们 我觉得并不是事事都做得很合适 我觉得他那样对你 确实很讨厌 但我也认为 是因为我们自食其力 不依赖他们了 这才让他们觉得不舒服吧 迷惑法和否定决断法 我 你去上班 我也许能应对你爸爸的袍根问题 可孩子怎么办 我是说 孩子们放学回家之后需要你 苏 我相信他们愿意在放学回家的时候看到我在家 实际上 他们回家的时候 我也想看到他们呀 可我没法寄待在家里 同时又去上班呀 我想找份工作 迷惑法和我是一张坏唱片法 我 可别忘了你也没法寄上班 同时又带乔一去上音乐课 苏 你说的对 我觉得 要是我做不到 就能在下午三点到学校接孩子 同时还能上班的话 我会选择上班 而不是接孩子 咱俩只要调整一下 弄出个新的时间表就行 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不过我想那样做 迷惑法和我是一张坏唱片法 我 自言自语 那可是我小时候一直没体验过的 那是我爸和我妈开了餐馆 两个人都得干活 我放学回到家 还得自己做晚饭 一个人吃呢 我像孩子们这么大的时候 很想跟父母待在一起 我一直都很羡慕堂兄桑尼 每当我觉得孤单 放学后我都去他家 而柯迪伯母就会多摆一副碗筷 他们一直都不富裕 我也不喜欢吃顿羊肉 可我喜欢跟家人待在一起啊 他总是在家 而斯潘赛伯伯不上班的时候 也会在家 他甚至还想教我弹吉他呢 苏 我很高兴 你在孤单的时候能去柯迪伯母家 不过那样还是很苦啊 你以前从来没跟我说过迷惑法 我 我知道 以前我一直不想说 苏 我觉得 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会担心我去上班了 我 是啊 谁能像你现在这样 带他们去参加少年棒球联赛和女童子军呢 从这些活动中 他们能学到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啊 苏 我完全同意你的话 而现在 此时此刻 我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不过咱们会想出办法的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让你担心的吗 迷惑法 自我表露法和否定询问法 我 我倒不那么担心乔一 男孩子能照料好自己 可詹妮十二岁了 有点标心立意 难道你没看出来 苏 微笑 我注意到了 我 他总跟那个有嘴滑舌的小拉里待在一起 我可信不过那个小傻瓜 苏 这一点咱们都得留心才是 要是我去上班 孩子们就会更自由 这让我也担心 迷惑法 我 我不相信你真的想去上班 让女儿独自在家跟那个有嘴滑舌的家伙待着吧 苏 你说的对 我不想去为那个担心 可我却是想上班 你觉得咱们怎么解决 才不用担心孩子们独自跟朋友在家呢 迷惑法 我是一张坏唱片法和可行折衷法 我 我想要你不去上班 苏 感同身受的 知道了 不过咱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才能不用去担心孩子们呢 迷惑法和可行折衷法 我 思索 也许咱们可以跟他们一起坐下来 说明这个问题 并定下一些规矩 比方说 我们不在时 不能带朋友来家里 苏 这主意听上去很不错 我也可以跟街上的朱迪谈谈 假如我们不在 孩子们有需要了能不能去找他 迷惑法和可行折衷法 我 好吧 我不喜欢你去上班 不过目前让孩子们独立一点 是不会害了他们的 毕竟 我八岁起就自己照顾自己了 可你要上班 还要照料家里 怎么做到呢 现在你已经够累了 要是你去上班 你一回来就会累得趴我身上的 苏 我确实可能会很累 不过我累得趴你身上 又有什么不对呢 迷惑法和否定询问法 我 你明白我的意思 家里会乱成一锅粥 我也会内疚 因为你要做两件事 上班和打扫家里 可我只做一件事 苏 咱俩可能都会觉得难受 不过我还是想上班 你会跟我一起解决吗 迷惑法 我是一张坏唱片法和可行折衷法 我 怎么解决 苏 现在我还不确定能想出什么办法 你有办法没有 自我表露法和可行折衷法 我 晚上我可以去买东西 我一点也不介意干那个 詹妮跟乔衣可以帮干点家务 多承担点责任 害不了他们的 没准儿 咱们可以马上这样做呢 苏 但愿如此 你觉得咱们还可以干些什么别的 这段对话的重点是为了表明 在婚姻矛盾中 如果能强势地说出心中的想法 那就并不需要吵闹不休 除了一般性挫折 这种挫折每个人都会遇到 会引起夫妻双方大动肝火之外 婚姻关系中的许多怨气和挫折 都源自钥匙 会怎么样这种不切实际的担忧 以及为了应对担忧而采取的操控 反操控的做法 我们都已经看到 感同身受 勇敢地把想法告诉配偶 不理会钥匙 会怎么样的担忧 这种做法会最大限度地减少彼此的操控 操控是一块可怕的绊脚石 妨碍着双方进行亲密交流和达成折衷办法 在下面一段对话中 我让女学员应对一种临床环境下常见的性障碍 无爱意的做爱 女患者经常抱怨 说配偶只是要性交 此外什么也没有 这种行为可能说明丈夫对妻子漠不关心 但迅速开始的习惯 也是男患者常见的性行为模式 这些患者 都是因为无法长时间保持勃起 而来接受临床治疗的 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病史 在延长了的前夕期间 他们无法保持勃起 不能在配偶要求的时候插入 经过这种挫败之后 他们就会产生某种预感 觉得日后还会出现这种丢人的失败 许多患者还说 在延长的前夕期间 配偶因为性经验不足 不懂激发他的性兴奋 这些患者通常都不够自信 在过早疲软时 不敢要求配偶进行调情 所以他们更喜欢草草了事 尽快达到最大的性刺激 以避免性交失败 虽然配偶的漠不关心 可能是一方压抑怨愿分 或性无知导致的 但我对女学员建议说 他们首先还是应当假定问题的原因 是配偶担心自己表现不佳 由此产生的隐性焦虑动机 尽管要让女方来深入探究 这个令人尴尬的问题 男性配偶可能会不喜欢 但临床经验表明 在性事上速战阻绝的丈夫 更有可能消极地抵制配偶 对其性能力进行深入探究 而且还会操控她 让她接受现状 反之 假如女方带有操控性的 想让丈夫按照她的意愿去做 那么 丈夫也常常会进行反操控 对话33期 在沙发上坐下 跟她说话 希儿 能把电视关掉吗 亲爱的 我想跟你说说话 杰克 当然可以 起身关掉电视 要说什么呢 希儿 我不知从何说起 我想我应该是知道的 不过说起来让我不太舒服 自我表露法和否定决断法 杰克 好吧 要说什么 希儿 我真的爱你 杰克 可我们的性生活让我烦恼 自我表露法 杰克 咱们的性生活完全正常呀 希儿 当然正常 不过还是有些方面让我烦恼 迷惑法和我是一张坏唱片法 杰克 沉默了一会儿 咱们非得现在谈吗 希儿 不是的 不过我想现在就谈 你是想看完新闻之后再谈吗 迷惑法 我是一张坏唱片法和可行折中法 杰克 不是的 希儿 那好 咱们做爱的时候 要是时间多花点时间爱抚 找点乐子 而不是一下子就进入主题的话 我会更喜欢的 我觉得那样我会更兴奋 还可能会有更多高潮呢 自我表露法 杰克 我们没有一下子就进入呀 听上去我就像一个只顾自己享乐的人 希儿 也许吧 你说的对 可我还是觉得 要是前夕和爱抚的时间 比之前多一些的话 我会更喜欢的 迷惑法和我是一张坏唱片法 杰克 咱们以前常常那样 所以咱俩上班经常迟到啊 希儿 你这么一提 我才想起咱们确实经常睡过头 不过 咱们刚结婚那阵子 常常在深夜做很久的爱呢 迷惑法 杰克 我可不是超人 第二天我得上班 你又不是不知道 希儿 你说的对 我并不想你变成超人 不过有没有什么办法 让咱们既有更多的前夕 又不让你太累呢 迷惑法和可行折中法 杰克 我可没有累 只是有点困而已 希儿 我知道那会让你觉得困 不过你确定前夕里没什么让你觉得不喜欢 或让你觉得很累的东西吗 迷惑法和否定询问法 杰克 刚结婚那会儿 有好几次都弄得我筋疲力尽 根本做不了爱了 你还记得吗 希儿 你说的对 那时咱们确实有问题 在这件事上 我是不是太心急了 你是不是想日后再谈呢 迷惑法 否定询问法和可行折中法 杰克 不是 我没事 希儿 我想要更多的前夕 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很累的呢 否定询问法 杰克 哎 以前我累的时候都没法勃起 记得吗 希儿 要是咱们有更多前夕 你觉得还会那样吗 否定询问法 杰克 我可不知道 也许会吧 希儿 要是你起不来 那我可以帮助你 这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否定询问法 杰克 样子很焦急 怎么弄 希儿 露出诱人的微笑 你想要我现在示范一下 可行折中法 杰克 这回他自己笑了 希儿 要是咱们有更多的前夕 而你却起不来的话 你愿意我帮你吗 可行折中法 杰克 当然了 又严肃起来 可要是咱们整夜做爱 上班迟到怎么办 希儿 咱们为什么不试试 在晚上早点做呢 这样到了早晨 体力就会恢复了 好吗 可行折中法 杰克 行 在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内 夫妻的性交次数减少 这可是所有性爱障碍中最困难的一个问题 虽然从男女两性的临床表现中 都看到过这种性爱逃避模式 但我和同事泽夫瓦德纳博士的经验是 男性患者 远比女性患者更喜欢否认这一问题的存在 女性患者通常比男性患者更坦率 在这种特殊的情形下 我讨论的是男方 她在性爱方面逃避配偶 但没有明显可靠的表征 说明她患有条件性的恐惧性养伪症 她并不是经常无法勃起 或无法被其他女性激起性欲 也没有早些的迹象 她的行为定时更符合心理治疗学上的愤怒模式 而不是焦虑模式或混合模式 因此导致性爱问题的原因 更多的是婚床外发生的事 我所说的这种逃避并不是短期行为 从长期来看 我所认识的夫妻有时会骂对方去死罢 并因为生气而短期内不与对方做爱 跟这种偶尔的口角不同 我说的是一种典型的临床病史模式 配偶中的一位 在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 逐渐疏远对方 在愤怒模式下 这种疾病有一种显而易见的疗法 那就是训练确诊患者 及不愿做爱的那位配偶 让他在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上 更加强势地去应对 或起码能够对某些事表露出愤怒 偶尔也撒撒气儿 来消除双方那种牵拔弩张的气氛 可是 怎样才能做到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 对于那些不愿做爱的男性配偶来说 尤其如此 他很可能会否认性爱存在问题 至于让人来教他改变应对妻子的方式 就更别提了 在一些临床病例中 要是妻子前来进行治疗 我就会强调运用迷惑法 否定决断法和否定询问法 让他们能够应对不愿做爱的丈夫提出的指责 这些指责既带有操控性 可又站得住脚 当他们充分做到这一点 对自己 对自己以前的操控性做法 不再抱有自便心理后 我就让他们去找丈夫 鼓励丈夫针对他们 针对共同生活提出批评意见 在鼓励下提出的这种批评意见 能够让日渐疏远的丈夫说出 他不喜欢妻子什么地方 不喜欢妻子做的什么事 正是这些方面 部分导致了他在性生活上的疏远 这种鼓励下提出的批评 还能向不愿做爱的丈夫 传达妻子的全新信息 妻子并不是一个脆弱 易受伤 依赖性强 令人窒息的女人 然而对有些女性来说 按照她们的思维方式 要努力去找出问题的解决办法 比丈夫的日渐疏远更让人受不了 在这些不幸的人看来 应对配偶的不满 就意味着要他们改变生活中的很多方面 意味着要不那么依赖配偶 意味着要少操控对方 意味着要承担种种责任 总之 就是要探究并实现自身的需求和愿望 果敢地审视自身的负面情绪 并把他们认同为自己的一部分 与配偶一起找出折衷办法 还不能去迫使对方遵循结构化的常规做法 正是这些常规做法 能够让他们逃避各种个人不安全感 从临床治疗而非政治的角度 我看得出 他们是不想努力去获得解放 这些不幸的患者认为 所谓的心理诊所 要么就是一个有人可以同情地倾听抱怨的地方 要么就是一个可以学到聪明的小伎俩 能不改变自己而改变配偶的地方 持有这种看法的患者 男女都包括 数量不算多 更多的是一些愿意付出努力 愿意养成新的个人行为或应对方式 来解决人际问题的患者 下面这段对话 说明了这些女性患者在应对丈夫疏远时 运用的一些自主技能 其中 练习自主技能的一方所鼓励的批评意见 很可能来自亲身经历 至少在他们自己看来 这些批评几乎涵盖了婚姻问题的各个方面 这种批评并不是男女大战 当女学员多过男学员 必须有两名女学员相互练习的时候 他们对疑心颇重的配偶所提出的批评 和男学员提出的经常相同 并且 当他们互换了自主者和疏远者的角色后 提出的批评往往也相似 虽然话语和细节不同 从下面这段对话可看出 那种原生的性障碍问题 也可以作为一种很有意思的训练手段 来指导人们 怎样在亲密的婚姻关系中 改变自己不当的应对行为 很多患者遇到的真实问题 往往会持续几周到几个月 期间 他们会跟疏远的一方进行反复的 无待指责的 非自卫性的交锋 以达成折衷办法 并改变彼此的行为 这种强势的做法改善了性关系 也形成一些让双方都更满意的新生活方式 对话34 妻子吉尔与丈夫聊婚姻问题 放弃自我保护心理 吉尔嫁给杰克三年 最初的18个月里 双方对性生活都很满意 可过后做爱的次数就慢慢减少 并达到了低谷 在第二年的最后四个月中 他们根本就没做过爱 吉尔仍然爱着丈夫 想要找回新婚宴儿时的那种亲密感 吉尔已经掌握了自主技能 学会了让自己不那么担心 不那么有自我保护心理 他已经认识到 他才是自己的最终评判者 他知道 有些事情他很擅长 有些事情却干得很糟糕 他有能力评判自己的成功 过错和失败 并且还明白 要在生活中做出任何想要的改变 最终的责任都在于他自己 对话场景 星期天上午 看完泰雾时报 吉尔跟杰克交谈 杰克可能会同样强势 同样容易取代吉尔 成为对话的发起者 在对话中我试图表明 心理辅导班上那些真正的夫妻 在运用非自我保护的强势的语言技巧沟通时 他们的语气和情绪是怎样的 吉尔 杰克 我一直都在想一个问题 不管承不承认 咱们都出现性问题了 否定决断法 杰克 别再这样了 咱们已经多次讨论过了 你就非得在现在 在心情都很不错的时候提这个吗 吉尔 你说的对 以前 我为了让你做爱而牢牢叨叨 冲你大喊大叫 发脾气 不过现在我不想牢叨你了 我只是想从你的角度 来看一看这件事 迷惑法 自我表露法和可行折中法 杰克 讽刺的 那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啊 吉尔 是的 不是吗 每当发生这种事 我都觉得咱们越来越生分 咱们已经有四个月没做爱了 迷惑法和自我表露法 杰克 戒备的 我爱你 不过近来我实在太累 经常加班 还有方方面面的事情 弄得我实在没心情 吉尔 我相信你是很累 杰克 不能说 四个月了 近来你为什么要加那么多的班 可在我看来 还有别的事情 我觉得 可能是我做了什么 让你讨厌我 让你提不起兴趣了 迷惑法 自我表露法和否定决断法 杰克 你没有让我讨厌 你在床上很厉害呀 吉尔 也许咱们上了床之后 我是没什么问题 不过我觉得 咱们越来越疏远了 所以肯定是我做了什么事 不是在床上 才让你总是觉得我讨厌 迷惑法 我是一张坏唱片法和否定决断法 杰克 转过身去看报纸 不是的 你很不错 吉尔 你能想到的许多方面 我可能是不错 杰克 不过我确实做了什么 让你心烦的事吧 迷惑法和否定询问法 杰克 仍然有戒心 没有人十全十美呀 所有已婚夫妻 都会不喜欢对方的某些方面的 吉尔 我相信别的夫妻也存在问题 不过我有没有做过什么 哪怕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让你讨厌 让你生气呢 迷惑法和否定询问法 杰克 无 若有所思 是有几件事 你让我生气 吉尔 什么事呢 否定询问法 杰克 具体说来不太容易 都是些小事 比方说 你六点钟已经提醒过 我可又在深夜问我 是不是把垃圾扔了 吉尔 还有别的吗 否定询问法 杰克 还有 要是我帮你打扫家里 过后你总会挑出什么地方做的不对 吉尔 惊讶 我那样干了 慢慢笑起来 是的 我是那样干过 我还做了别的事让你不舒服吗 否定询问法 否定决断法和否定询问法 杰克 开始有了兴趣 是的 你这样干 说你信不过我都有点轻 你更像是在找茬 吉尔 听上去 我也开始觉得是那么回事了 我做的什么事 让我看上去像在找你的茬呢 否定决断法和否定询问法 杰克 还不够吗 吉尔 这些事情是够我深思的了 可我还是想多知道一些我让你心烦的事情 迷惑法和自我表露法 杰克 好吧 你还记得咱们只有一辆车的时候吗 吉尔 记得 杰克 只要我接你接得迟了 你就发牢骚 嘟囔上20分钟 说我怎么怎么对你不好了 吉尔 我把失望发泄到你身上 这样做太傻了 不是吗 不能说 那你想听什么 你总是迟到 从来都不记得 否定决断 询问法 杰克 沉默 吉尔 从杰克停下的地方开始提示 我想 那时我没给你留什么面子 对吗 那样做是挺讨厌的 那有同理心的否定询问法和否定决断法 杰克 发起脾气 你当然没给我留面子 即使现在想起来 我都气得要死 还有另外一桩 只要你开始发牢骚 发火 我就只能坐那儿受着 吉尔 我是怎么逼得你那样的呢 否定询问法 杰克 不管什么时候 你想发火就发 可刚结婚那会儿 我一冲你发火 你就又哭又叫 跑进卧室哭几个小时 我不反复道歉 你就不罢休 吉尔 感同身受 有点尴尬 我是那样的 不是吗 那样做可真令人讨厌 我可以发火 却不许你发火 咱们来个约定吧 要是我发火 那你也可以发 反过来也一样 而且过后咱们都不用道歉 好吗 否定决断法和可行折中法 杰克 警惕的 好吧 不过 为什么不要道歉呢 吉尔 因为那样的话 就好像是说发火 洒洒气不对似的 杰克 好吧 不过我觉得 那样的话 我可能会吃亏的 吉尔 我怎么会让你吃亏呢 否定询问法 杰克 你冲我发火的次数 可比我发火的次数要多得多 杰克 我也觉得 那咱们这么办 要是你发火的时候告诉我为什么 那我就尽量做到 不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冲你发火 怎么样 迷惑法和可行折中法 杰克 那样做 难道不会让你像我从前一样 觉得沮丧吗 杰克 也许会吧 不过我的记性很好 过后我可以全部说出来 用他狂轰烂炸你啊 迷惑法和可行折中法 杰克 那是另一码事 要是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好 你总会责骂我 要是你觉得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好 一次一次又一次 为什么你就不能只是说一声你不喜欢 然后就不再提了呢 好像你是在竭力惩罚我似的 我不是小孩 要你来做如此训练 我可是成年人了 我觉得我是那样干过 不是吗 看到我对你做的这些糟糕的事 我觉得特别难过 杰克 否定决断 询问法和自我表露 否定决断法 杰克 同情的 你想不谈这个了吗 迷茫的 我不知道 我还想继续谈下去 可看到自己这样 又觉得特别难过 自我表露法 杰克 再次沉默 我都想哭 不过要是我现在哭 就会像以前那样 把什么都搞砸的 其实那样做 我一直都是在逃避 停了很久 咱们再喝回咖啡 我觉得好点的时候再说 好吗 杰克 好的 喝完咖啡后 你想怎么办 诗儿 我还是觉得难过 不过 咱们继续讨论这个没事吧 杰克 当然 要是你真的想继续的话 诗儿 不管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你可都得帮我 诗儿 你想要我说什么 诗儿 我希望你做我的治疗师 那样你就可以告诉我 我该说什么 诗儿 生气的 是他告诉你这样干的吗 诗儿 他只是提出了建议 不过 要是能让咱俩消除隔阂 我就会觉得这样做很有意义 我认为 一直以来 只要你做了我不喜欢的 我都在否定你 我想看一看 我能不能处置好那些 你不喜欢的做法 而不用经常去逃避 要是你发牢骚的时候 我不那么紧张易怒的话 咱们就可以重新分享一些东西了 杰克 逃避 现在我可要喝点咖啡 几分钟之后又回来 样子很生气 点了一支烟 诗儿 我这样做 有什么地方让你不舒服了吗 否定询问法 杰克 我可不喜欢给你和你的心理学家当实验屯鼠 诗儿 我能理解 你加入进来 和我一起 去跟他谈谈怎么样 迷惑法和否定询问法 杰克 不去 诗儿 你想离婚吗 诗儿 当然不想 诗儿 要是咱们继续下去 关系没有好转 那我可不知道怎么办了 如果可以 我想就在这儿把问题解决掉 要是你既不想参加咨询 又不想像现在这样来试一试的话 咱们可怎么办呢 可行折中法 杰克 我不喜欢这样 诗儿 你不一定非得喜欢呀 我想要你做的 只是跟我一起试一试而已 迷惑法和可行折中法 杰克 这跟以前没什么两样 我是一堆愚蠢的狗屎 而你呢 什么都知道 诗儿 我做了什么事 让你觉得自己是一堆愚蠢的狗屎呢 否定询问法 杰克 简直就像是你正在胡乱摆弄我的头脑 诗儿 你是想要咱们不再谈论这个了吗 可行折中法 杰克 不是 你跟那个该死的疯子已经惹恼我了 诗儿 好吧 我们做的什么事 惹恼了你呢 否定询问法 杰克 你让我觉得我是病人 而你不是 你只是在运用他教你的什么狗屎强食法则 诗儿 是的 我是用了 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可以让你理解 不过你要是不想我这样做 那我就不用 迷惑法 自我表露法和可行折中法 杰克 你为什么就不能是可而止呢 诗儿 我不想那样 也许我是想要咱俩像以前那样 或更好 或有所不同 很沮丧 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自我表露法 杰克 好了 我觉得 你好像是想在我身上实施什么卑鄙的诡计似的 诗儿 可能吧 可我不知道别的办法 我能怎么办 难道你真的想继续这样下去 迷惑法 自我表露法和可行折中法 杰克 咱们现在这样又有什么问题呢 诗儿 发火 回复到以前的做法 很多问题 你想要我列举你都干过的所有蠢事吗 杰克 这才是问题 你跟你那张大嘴吧 诗儿 我可再不想这样下去了 杰克 恼火的 我也不想 诗儿 那看在老天爷的份上 是仪式 是仪式不会杀了你的 杰克 疲惫的 你想要咱们干什么 诗儿 恢复平静 沉默了一会儿 要是你实在不想试 那就没什么可干的 可行折中法 杰克 我不喜欢这样 诗儿 我能理解 不过你愿意试一试吗 要是你说不想 咱们就不是迷惑法和可行折中法 杰克 要是太让人受不了 咱们就停止 行不 诗儿 由你决定 要是你不想跟我一起来 那就只是浪费时间 就像以前我冲你发牢骚那样 以前我只是让你按照我的意愿去做 而没有一起来看看 咱们各自都有什么需求 迷惑法 诗儿 好吧 诗 此时要是杰克不同意 就不会有进一步的亲密沟通 诗儿 你想要以后再试吗 明天或下周再来 可行折中法 杰克 再试一次吧 诗儿 咱们是在哪儿停下来的呢 诗儿 我要是知道才怪 你在我身上是这个 都快气死我了 诗儿 好吧 咱们就从这儿开始 你能确切地说出我做了什么让你恼火吗 否定询问法 诗儿 你让我觉得你无所不知 诗儿 我是怎么做的呢 否定询问法 杰克 你以前总是非常含蓄 狡猾 诗儿 好像我在欺骗你 否定询问法 诗儿 对 诗儿 我做的什么 让你觉得我好像在欺骗你呢 否定询问法 诗儿 诗儿 好像我跟你说的一切 都被你当成了耳边风 你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起码在你没哭的时候是这样 诗儿 我觉得那种时候我都是在逃避自我表露法 诗儿 诗儿 不一样 平常你哭起来跑走的时候 我看得出你对我很生气 可这一次你只是哭 诗儿 我哭和我对你很生气 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否定询问法 诗儿 你那样哭的话 我开始会很恼火 接下来就会觉得很内疚 诗儿 我怎么让你觉得内疚呢 否定询问法 诗儿 我可不知道 我能肯定的 就是你所做的一切全都是狗屎 可你还是让我内疚 所以 就算我还在生你的气 我也想给你道歉 诗儿 对我来说 那是一种逃避 我哭起来跑开 把你关在外面 让你自己去忍受怒火 好像我是在说 对我这么不好 你是个多坏 多虚伪的混蛋啊 可怜我弱小无力啊 带有同理心的否定决断法 诗儿 你那样的时候弄得我真是糊涂透顶 我讨厌你的不要脸 可我还要去哄你 天哪 真是一团糟 诗儿 你想要停下来吗 可行折中法 诗儿 仍然很生气 当然不想 诗儿 还有别的吗 否定询问法 诗儿 出现那种情况的时候 我实在觉得 自己就像一个脱鼻涕的小孩 要人来换尿布才行 诗儿 从杰克中断的地方开始提示 我让你觉得你是一个小孩 而不是成年人吗 否定询问法 杰克 是的 诗儿 我还做了别的什么 让你有那种感觉呢 否定询问法 杰克 还有就是你说的那些琐碎的话 比如 这里什么都得我来干 你从来都不做什么重要的事 你只做你自己感兴趣的事 诗儿 我确实说过 我以为我只是像平常一样发发牢骚罢了 可是用那种口气说出来 好像我不尊重你似的 是这样吗 迷惑法 自我表露法和否定询问法 杰克 听上去正是那样的 诗儿 我那样做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不理我呢 可行折中法 诗儿 我试过 不过我心里还是冒火呀 诗儿 那么 我在说那些话的时候 你就对我吼上一阵 让我闭上我的臭嘴 怎么样 可行折中法 否定决断法 杰克 让我回你的嘴 诗儿 正是 诗儿 沮丧呢 有时我实在烦透了 你甚至都不想吵架了 诗儿 是的 你是那样做过 可我还骂你是在生闷气 以后我还是会发牢骚 不过 要是我做得太过分了 你就冲我发一通火吧 即便你不喜欢那样 可能也会有作用的 迷惑法 否定决断法和可行折中法 杰克 谨慎的 好吧 我可没有答应什么 不过我会试一试的 之而 我还做过别的什么 让你不喜欢我呢 否定询问法 杰克 再就是那些日常性的普通事情 我总觉得你在责怪我 说问题是我造成的 诗儿 好奇的 那我可实在不明白了 出了问题的时候 我做的什么事情 让你觉得我在责怪你呢 否定询问法 杰克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要是你不喜欢公寓里的什么东西 发起牢骚来 不知怎么的 我就会觉得那是我的错 我们租下公寓之前 我本应当更仔细地看一看呢 诗儿 从杰克中断的地方开始提示 听起来好像是说 不知怎么的 我把所有问题的责任都推到了你身上 对吗 否定询问法 杰克 是的 好像发生的每件小事都该我负责似的 这些都不是大事 可是三年来 这种问题发生了太多太多 让我太累了 有时我晚上都不想回家 因为觉得肯定会发生别的什么问题 要我来负责 诗儿 我明白 我还做了别的什么 让你觉得要你来负责呢 否定询问法 杰克 我不知道 很多事 比方说 要是你累了 我就觉得那是我的责任 不该让你累着 适而 从杰克中断的地方开始提示 我让你觉得 好像你应该负责让我高兴似的 是那样吗 否定询问法 杰克 正是 好像我在你面前必须实时注意一言一行 不让你心烦 我没法很自在 我时时都得担心你 看你是不是没事 是 从杰克中断的地方开始提示 你是说 我事实都太依赖你了 若有所思的 很可能是这样 我还做了别的什么 让你觉得好像要你负责呢 否定询问法 杰克 有时你好像没有我就什么都干不成 我总得到场才行 要是我实在不想干 把我的想法一说 你就会冷冰冰 一言不发地对待我 你认为 我就是不能不喜欢你想做的事情 好像除了跟你在一起 我就没法活了似的 除了上班 要是我做了什么事没带着你 你就会发脾气 我觉得 要是你能找到理由 你肯定会跟着我去上班的 有时我甚至觉得 这不是婚姻 而是另一份工作 我是替你打工呢 甚至在性生活上也是这样 有时我觉得做爱好像是欠你的 不是我想做 所以我讨厌做爱 你意识到没有 咱们结婚三年来 除了钓鱼 我一个晚上都没有跟朋友出去玩过 而我去钓鱼的时候 你还总发牢骚 是 激动起来 有一点恼怒 天哪 咱们确实有问题 杰克 这正是我要说的 我把我的感受告诉你 可你总是听不尽 你只是甩甩手 把什么都推给我 是 想了一会儿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不自在地微笑 我不太擅长干这个 对吗 带有同理心的迷惑法和否定决断 询问法 杰克 此位帝 是你自找的 是 别这样 杰克 你说的对 当你真的告诉我怎么回事的时候 我确实难以控制自己 就像现在这样 不过请别放弃对我的希望 迷惑法和可行折中法 杰克 哦 是 情绪恢复过来 从杰克中断的地方接着说 我想 我确实太依赖你 对你的要求也太高 对吗 咱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带有同理心的否定决断 询问法和可行折中法 杰克 我可不知道 你可以说出去找乐子去吧 可要是你一个人坐在家里怨恨不已 我仍然会内疚 觉得要对你负责才是 光说不恋是没用的 是 很有道理 我也觉得没用 咱们来看一看得出了什么结果吧 我想要咱俩关系更亲密 分享更多的事情 问题是 当你跟我分享一些不好的事情 分享咱俩之间那些你不喜欢的事情时 我却没有理会你 而最糟糕的 就是我不理会你的那种态度 流下眼泪 杰克 我很抱歉 迷惑法 杰克 来着没动 我也很抱歉 之儿 我想 对我而言 关系亲密只意味着那些好的事情 你对我的那些胡说 我也应付不了 杰克 笑起来 接过他的话头 什么胡说 我可是实全实美的 之儿 微笑 你当然是了 有好而带有嘲讽意味的迷惑法 杰克 我猜 要是我更胆大一点 我就会在你真的暴躁的时候叫你闭嘴的 之儿 也许吧 要是你真的想要干什么 我希望你能坚持到底 哪怕我让你很难受 也要这样 迷惑法和可行折衷法 杰克 这些说起来都容易 可要怎样做才能实现呢 之儿 咱们可以像现在这样多谈一谈 消除误会 弄清彼此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那样做如何呢 可行折衷法 杰克 好吧 不过 我希望你不要再做那些 让我觉得我是你过来的 只是哄你高兴的事情 之儿 是哪些事呢 否定询问法 杰克 咱们刚刚讨论的那些事呀 之儿 好吧 不过 不过 要是我在做 你一定要告诉我 可行折衷法 杰克 那样肯定不会让你再卡我脖子了 之儿 我还可以干别的什么事吗 否定询问法 杰克 去干点事 别只是待在家里 怎么样 去上学 学门计数 找份工作 我不知道 之儿 你说的对 我得让生活充实起来 做点有意义的事 不包括你在内 对我来说 一直都很难做到 不过也许当你想一个人出去的时候 我就可以做我自己的事了 迷惑法 否定决断法和可行折衷法 杰克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呢 之儿 马上开始 怎么样 杰克 吃完中饭再说吧 我都饿死了 之儿 你同意了 正如这段对话表明的 在他人面前果敢地坚持权力的时候 并不一定要像不激气 像个言辞上的空手道大师 就算难以表达意愿 或发了火 说了蠢话 慌张 说了违心的话 做出了违心的承诺 其实都并没有大碍 这不过是浪费一点时间罢了 只需像这段对话一样 重新开始 仿佛之前什么都没发生 继续说出真实的想法就行 结语 做你自己行为的评判者 正如最后一段对话所示 在坚持自身权力的时候 用一种非自我保护的 不带操控性的方式进行沟通和应对 就可以向对方传达一种极其重要的信息 这是一种保证 表明你不会干预他做出决定 就算讨厌对方所说的话 你也不会干预 有了这种保证 矛盾才能通过相互妥协解决掉 如果真的存在折中办法的话 两个人之间达成的行为妥协 并不是一种控制 只有当别人进入我那个唯一的个性领域内部 才会产生行为控制 在这个领域 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不受上帝 父母 法律 道德和其他人的约束 在这个领域 我们可以独立决断自己需要什么 在这个领域 我们都可以权衡想做的事 和可能带来的好处和后果 有时甚至可以不考虑现实情况 即便是在心理治疗中 心理学家也得经过允许 才能进入患者的私密领域 假如未经允许治疗师就侵入了 那么服务关系就得终止 否则会导致患者产生心理依赖 要治疗师来代替他做出决定 这时 治疗师就会反不胜反 因为患者可能会在凌晨三点打来电话问 我该怎么办 在患者做决定的过程中 治疗师参与进来 是为了帮助患者搞清自己的需求 情感 以及这些需求和情感导致的行为 是为了利用专业技术 帮助患者解决问题 而不是替患者解决问题 是为了帮患者做想做的事 而不是去做治疗师想要患者做的事 我所有的个人经历和专业经验表明 两个人是可以应对彼此制造的那些日常矛盾的 并且还可以处置得很好 大家之所以无法很好地应对矛盾 最主要的绊脚石就是 我们会去干预他人做决定 会习以为常地通过让他人觉得不安 觉得受到了威胁 觉得内疚或无知等方式 去操控他人的意愿 要是你发现自己处置不好跟他人的矛盾 尤其是你在意的人 那么你也许应当是一事 果敢地坚持自己的需求 而不是去操控对方 果敢地坚持自己的意愿 而不去损害对方的尊严和自尊 然后再来看看结果如何 很多人一直在设想 系统性的强势法则 对于整个社会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他们一直在设想 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 甚至对于我们跟通用汽车公司打交道这样的事 它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他们常问 要是无数的人都变得更强势 不让别人操控 那么整个社会在人际交往 政治 经济和法律方面的运转方式 又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虽然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回答我不知道 但我还是想强调 在系统性强势培训的领域内 我唯一的关注点是人类社会的两端 个人和整个人类 作为心理学家 我一是关注两个个人 这一最小的社会单元之间的矛盾关系 二是关注整个人类 关注这个动态的 尚在进化的物种状况 这两个极端之间 任何事物都是主观武断和可以协商的 从长远来看 它们很可能不止给人类带来某一种影响 假如因为政治 宗教 社会富足或无节制的原因 而使人口过剩 那么我们就会受到自动调控 除了承受人类行为带来的后果 大自然并没有赋予人类别的选择 要是因为污染 避孕药 歧视 战争 饥荒或疾病而使人口不足 那么我们也会像过去一样 自动地添丁加口 对于人类因生存 而形成的酒精考验的遗传基因 我有着绝对的信心 但除了信任自己 可以选择应对他人的方式之外 对于自己的生存 我却没有什么信心 我对人类有信心 但没有信心让他人来决定我的身心健康 我是我自己的评判者 你是你自己的评判者 决定权在于你 假如你想要自己决定的话 本书参考文献 参考专著 R E.R.博迪和M.L.埃蒙斯 完美权力 圣路易斯奥比斯波 冲击出版社 1970 J.D.克朗博兹和C.E.托勒森和编 行为咨询 病例和方法 纽约 霍尔特·莱因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 1969 R.D.鲁宾 H.费斯特汉 A.A.雷哲鲁斯和C.M.弗兰克斯和编 1969行为治疗学发展 纽约 学院出版社 1971 C.Z.萨格尔和H.S.卡普兰和编 集体和家庭治疗发展 纽约 布伦纳 马泽尔出版社 1972 A.沙尔特 条件反射疗法 纽约 法勒 斯特劳斯和吉劳克斯出版社 1949 Z.沃尔夫 行为治疗实践 牛津 培格曼出版公司 1969 Z.沃尔夫 交互抑制心理治疗法 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58 Z.沃尔夫和A. A.雷哲鲁斯 行为治疗方法 牛津 培格曼出版公司 1966 A. Z.沃尔夫 行为治疗学 纽约 威力出版社 1970 参考期刊杂志 H. D.沃尔夫和S F.琪莫尔曼 关于开发自主训练筛选量表 心理学报告 28 1972 1972 第99到107页 N. B.艾德华兹 病例研讨会 一个同性恋同匹病例中的自主训练 行为研究和治疗 3. 1972 第55到63页 F. Z.海奎斯特 和B. K. 维因霍尔德 社交焦虑与非自我肯定型大学生的行为 集体咨询 咨询心理学期刊 17 1970 第237到242页 R. M. 麦克福尔和D 比利勒·桑德 自主训练中的行为演练建模与指导 异常心理学杂志 77 1971 第313到323页 R. M. 麦克福尔和A 阿玛斯顿 关于自主训练中行为演练的实验性研究 异常心理学杂志 76 1970 第295到303页 D. L. 麦克福尊 行为自主模式中的选择性操作 适应作用和去适应作用 行为治疗和实验精神病学杂志 3 1972 第99到102页 S. A. 瑞瑟斯 集体环境下自主训练的实验性研究 行为治疗和实验精神病学杂志 3 1972 第81到86页 Z. 沃尔夫 自主行为刺激 两个病密笔记 行为治疗和实验精神病学杂志 1 1970 第145到151页 快读最新畅销书推荐 照亿万富豪说的作 150个超级亿万富豪 亲口告诉你从创业到巨富的全部秘密 您正在思考的创业时机 乔布斯反复思考过很多次 直到21岁那年 在自家车库里创立了伟大的苹果公司 您没知苦恼的团队效率 李嘉诚曾经苦恼了几十年 最终总结出一套效率极高的团队工作方式 和管理哲学 您可能遭遇的企业现金流问题 李查德·布兰森已经遭遇过数十次 甚至付出了三亿英镑的惨重代价 才得以让维珍公司重新走上正轨 在从创业到巨富的道路上 这些超级亿万富豪 都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海量思考 和漫长摸索 他们是商业世界里最权威的导师 他们轻描淡写的几句话 就能一针见血 洞悉本质 在本书中 全球150个身家总和 超过4万亿美元的富豪 以自己一路摸爬滚打击点而成的 切身经验和心得 针对创业 营销 管理 企业文化 企业战略五个方面 总共99个 关键问题娓娓道来 他们将亲口告诉您 大到如何创业 小到怎么促销的每一个具体环节 每一个细小步骤 应该如何思考 如何判断以及如何行动 无论您是失业有成的商界翘楚 还是刚刚起步的创业新人 都应该将本书背于办公桌的案头 将这些亿万富豪亲口说书的秘密 熟读于心 反复体会 必将给您的事业带来最强大的帮助和启发 快读最新畅销书推荐活得累 学冥想 一场全世界上班族都在做的日常冥想运动 首次引进中国 冥想简单易学 很多人以为冥想是一件很复杂 很神秘的事情 其实不然 本书介绍的日常冥想术 就像洗脸或刷牙一样超级简单 谁都能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自如 工作不顺焦躁不安时 只需呼吸几下 同时心中默念真言 即可扫除工作压力 提高效率 在马路边等公交车时 只需目不转睛地观察对面行人 就能在短时间里放松身心 消除烦恼 做家务杂事时 冥想不仅让你神清气爽 还能削减尖酸腰痛 被失眠困扰时 能帮你去除杂念的冥想 就是最好的入眠气 在忙碌和疲惫的现代生活中 冥想是一种最方便 最有效的解压放松方式 通过学习本书中 《十类日常生活场景》里的23种 超简单冥想方法 将让你随时随地感到身体轻松 精力旺盛 内心更加平静与和谐 开始你的日常冥想吧 你会惊讶于它为你的人生 带来的强大转变 快读最新畅销书 推荐 高效销售员都在用的话语又导数 诱导客户主动与你交心 快速被你说服 面对销售员迎上前热情询问时 客户回答 随便看看 听完销售员滔滔不绝地介绍后 客户回应 我在想想 与客户预约了好几次见面 对方总是说 最近没时间 刚一爆出价格 客户就嫌太贵 甚至从此再也不联系了 本书是亚洲金牌销售培训师杜赖迁的代表著作 是一本利用话语技巧 化解销售难题的绝佳教材 在书中 它运用语言学 销售心理学数十年研究成果 并结合汽车 保险等个行业里最常见的销售场景模拟演练 手把手教你实现销售最关键的一环 通过有技巧的话语 诱导客户不知不觉地说出内心的真实意图 从而做到有提放时 对症下药 准确击中它的购买需求 读完本书 你不需要强迫改变自己的个性 也不需要辛苦练习眼神 语调 肢体动作等繁琐技巧 只需熟练运用书中的话语又导数 你将惊奇地发现 在任何情况下面对任何类型的客户 都能让他快速被你说服 成交 书籍已播完 感谢收听 03 04 10 明日